五 四 三 二 一 六 三ogue 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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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1月11月13時30分 引力一號搖移運載火箭 由太原衛星發射中心 在山東海洋不僅排域 煙火升空 將雲瑶一號18至20星 單顆衛星送入育嬰軌道 飛行試驗任務獲得圓滿成功 看到火箭升空的那一刻 眼淚都已經濕 我是擠在小朋友堆裡面的 小朋友說 還有20秒 就開始歡呼 火箭爆發 特別的 有一種特別宏偉的感覺 覺得真是很開心 看到這種場面更加堅定了 我以後對這個科技探索的欲望 作為青年我一定要好好學習 這確實是創造了中國的商業 裡面的一個非常紮實的里程碑 沒有質疑非常紮實 這麼多的新技術 這麼一個很新的公司 這是新型運載火箭引力一號的首次飛行 起飛重量405噸 起飛推力600噸 近地軌道運載能力6.5噸 500公里太陽同步軌道運載能力4.2噸 成功創造了全球最大 固體運載火箭 中國運力最大 名傷火箭等新記錄 這次非常非常的激動 坦然講就是發射點火那一刻 我都不太敢看 但是在駐隊分離宣布成功的時候 新的一顆石頭就落下地了 因為那是最高風險的一個環節 成了駐隊分離就已經成了就成了 東方空間公司成立於2020年6月 主營業務為太空運輸 是一家運載火箭和新型空天運輸工具的 設計製造公司 致力於提供規模化便捷化的太空物流服務 助力各類衛星星座組網高效發射 我們的記者探訪了其位於北京的火箭研發中心 那我們的針件是31.4米高 所以這個模型也看到大概2米出頭的一個高度 那我們引力一號是一級三級半的火箭 這三級半是什麼意思呢 是說我們有四個注射器 這叫半級 而中間呢它分為新一級新二級和新三級 分三級 所以呢 在我們起飛的時候是四個注射器先給火 每個注射器的推力達到了150噸 所以中間新一級的推力達到了255噸 所以這麼一個龐人大物呢 我們前後花了一千多次實驗 才進行完整的一個驗證 高成本是擋在全世界太空經濟面前的一塊巨石 降本增效成為商業航天共同追逐的目標 東方空間做一個年輕的民營商業公司 是如何翻譯高成本這座大山的呢 我們現在有兩種算法 一個是按公斤算 就是把火箭打上天 以衛星為例 實際上一個一百公斤的衛星 那可能它打一次就要一千多萬的發射費用 就是十幾萬人民幣一公斤 是這麼算的 但當然我們還有一種算法 就是因為其實是我們用一整支火箭 它有一個完整的運載能力 所以看這一整支火箭是多少錢 所以在這個角度 其實就是我們會追求的 就是把火箭做的比較大 這樣呢能夠把火的衛星 湊到一起 然後我一整支火箭 來有個規模效應 比如說我們公司的火箭 一次能打四到五噸的衛星上天 其實我們一次可能能打二三十顆衛星 然後如果客戶他能夠湊滿這一支箭 四五噸的話 那麼我們整件可能是兩個億 這樣其實它一顆衛星的發射費用 可能就變成幾百萬了 一公斤可能就是五萬塊錢 我們就是乾這個事情 其實就是一個物流 就好像是 如果是騎摩托車送貨 可能就送小貨 然後送的比較貴 如果是能夠用貨車拉貨 那麼這個量就能上來 但是這樣呢才能夠推動就是更多的貨 在這個天和地之間流動起來 然後把更多的設施送上天 然後把整個太空空間給利用起來 這個是我們火箭在做的事情 目前國內主流衛星星座單顆衛星重量 大都在200到300公斤 面對我國即將開啟的 衛星星座組網大規模建設 只有4噸以上運載能力的火箭 才能支持一箭18星的批量發射 一次布置半個或一個軌道面 實現高效組網 但是固體火箭運力瓶頸 一直是至於航天技術發展的關鍵問題之一 東方空間的技術團隊 該如何突破技術上的難關呢 因為固體火箭發動機呢 它其實是一個執行越大 製造越困難的一個東西 就如果你想達到更大的推力 理論上來說 你就需要一個更大的發動機 但是如果你的固體發動機 一直做大的話 它的成本就會長得非常大 非常快 所以如果你想在一個成本 和一個運力的平衡點 去選擇我們這一個固體鎖電發動機 那麼就對我們的固體火箭 發動機的一個直径和尺寸 就相對的限制 那我們又想做到一個大催力 大運的能力 能夠滿足我們一個 目標為性能發射的一個能力 又想達到一個成本的一個平衡 那麼可能選擇的 就只有這個捆綁式方案了 這個火箭的實際連接點呢 只有一個25厘米直径的 圓的一個接觸面積 在這樣一個極小的接觸面上 我們要承受200噸的 這樣的匯率的指標 並且它不僅要是非常這個兼固的 還得是非常的簡單易拆卸的 因為我只要發一個指令 它要咔嚓 這樣迅速的能夠分開 並且形成相對分離速度 而且在這樣一個過程中 我的連接面 它不是固定的 它是柔性的 因為你要能夠實現分離嘛 那如果發生了摩擦 它甚至有可能 由於高壓的高溫的摩擦作用 使得幾個接觸面 焊接在一起 所以這裡面也需要有一些 特殊的材料塗層 去解決這樣一個 防止焊接作用的過程 所以我們公司呢 光是捆綁助推這件事 我覺得就集中公關了 兩年的時間 過去一個中型運載火箭的研製時間 往往需要七到八年 而引力一號僅用了三年 在一千多天內 引力一號研製團隊 開展了二十三項大型地面試驗 一千四百五十二次試驗疊試驗 其中大約百分之八十的大型地面試驗 都在二零二三年一年內完成 這在國內商業航天企業中 史無潛力 歷史三年東方空間最終研發出這款 三級半全固體構型的中型運載火箭 引力一號 擴展了我國四到五噸運載能力的火箭型土 並且成功實現了海上發射 現在是凌晨的四點多鐘 那我們現在正在我們這個火箭的垂直總裝的廠房 那最後還有哪些準備工作請我們的設計師幫我們介紹一下 好的 後邊就是我們火箭和發射台的組合體 我們正在進行的工作就是轉載前的 整個的狀態準備以及狀態檢查工作 目前還有的就是我們的電纜的連接 軸線車與發射台的匹配對接 整個空調系統的狀態檢查 以及整個火箭和發射台系統的狀態檢查 大家可以看到我們這個外膜 好像看著是軟質的 那它和我們過去的這種傳統的金屬的保護罩不太一樣 據說這一個可以為這個火箭的造價節省1000多萬 那在我身後的這個東方航天的稿號啊 就是我們國內第一艘專門用於火箭發射和回收的傳播 那到底為什麼我們這一次引力一號需要進行海上發射 海上的這種資源衝突是越來越嚴重的 海上發射它的一個好處就是不占用我們內陸的一個發射工位 相對來說更加靈活和便捷 只要有我們的發射船就可以執行發射任務 所以它可以實現一個更高頻次更高密度的一個發射能力 第二個方面就是我們在海上發射在航路區的設計方面 相對於內陸要有很大的優勢 我們從內陸發射的時候火箭的一個航區和落區 可能會經過一些大中型的城市 為此我們在單道設計上要進行一些規避 就有可能造成我們的運力損失 而海上發射它的航區和落區都是經過一些無人的海域 這樣的話航路區的設計會非常的方便 也就更有利於發揮火箭的一個運載能力 有潮在我身後正前方的位置 當火箭發射的時候我們兩車的火焰會從前面後面會向上排出去 這樣的話我們整個火箭發射的火焰就排到了 這樣可以避免我們整個發射船 還有所有這些為火箭發射服務的這些設施的一個燒食 那比如說我今天來參與了咱們這個火箭裝載的過程 我發現咱們效率還是特別高的 對 我們基本上在12到24小時內就可以準備發射條件 因為我們是一個便捷的運輸條件 包括便捷的海上的準備條件 所以說這個是很快的 我們引力一號是一個固體火箭 是一個海上發射 它可以比如說開到赤道 去朝一個最優秀的軌道去發射 它可以最極限情況下 十個小時從廠房的這樣的分立的發動機的狀態 組合吊裝衛星發射 我覺得對於應急的發射 比如說這種太空的救援 比如說空間站發生了任何的緊急的事情 需要發一些臨時的這些生活物資等等 都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所以能夠補充我們一些這些相對特殊的 應急的需要快速響應的發射場景 翻開東方空間聯合創始人兼CEO姚宋的履歷 東方空間並不是他的第一次創業 2015年姚宋從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後 與導師汪玉成立深建科技 開創AI芯片創業 2018年這家創業公司 被全球領先的芯片廠商 塞林斯公司以3億美元收購 2020年姚宋 開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創業 聯合創立東方空間造火箭 從AI芯片跨界商業航天 年僅32歲的姚宋 為什麼他能兩次成功 帶著這樣的好奇 我們走進姚宋的母校清華大學 這裡是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 那過去70年在這裡培養了超過2萬名的畢業生 進入新時代的10年 這裡更是崛起了一批又一批 致力於科技自立自強的新生代 而姚宋就是其中一員 現在是清華的學風 要先做到嚴謹 然後再是勤奮 然後是求實 實實求實 最後才是創新 你做到前面三年之後 人家去思考 你怎麼能夠去突破 這前面三個都是基礎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大家會說電子系 其實是清華裡面的小清華 2011年姚宋以全國物理競賽二等獎 第一名的成績 由長沙市一中保送至清華大學 此時正值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 全面推行教學改革 我們把知識分了七層 從最底下的物質與運動規律 到電子廠 到電視電路 比特邏輯 然後程序處理器 數據算法 然後網絡 然後還有媒體認知 然後這樣的話 每一層上 有一門或者是兩門 這個重要的課 然後總共有十門 我們這種核心課 就把這十門核心課 作為我們的本科生都必須學的 那這個基本上你看是09年 所以姚宋是11年入校 11年之後是全面推行 所以他那時候就學了七層都學了 都學了 對 因為就有這樣的一個理論體系在背後 那就是我要學得足夠寬 比如說 那你如果只學計算機不學量子 對吧 那量子計算機出現之後 你連名詞都不知道 讓他們具有一個寬廣的知識體系 這樣的話能夠適應未來的變化 你們的這個校友 介紹一下 這個是那個FAST 對天眼的這個 主要負責人 對總師 天眼總師 那謝欣呢 是在美國 這一家商業公司的這個創始人 我們有時候開玩笑喊他余大嘴 所以聽說你們這個系85級的 就是中國半導體行業的半壁江山 對 鄭峰是他們的輔導員 然後這邊是我們的院士 各種總師 對 這一瓶是我們的院士 您覺得在他的身上 就是體現了什麼樣子的 你們對於學生培養的 這一個方向和精神 我覺得首先還是剛才說那八個字 嚴謹勤奮求是創新 異常的勤奮 他基本上 就當年做第一次創業的時候 我可能了解更多一點 那這個我包括我自己對我自己要求 都是十六成七 七天都工作 創業這件事情 對一個人的要求太豐富了 所以這不是一個兩個特質 能夠說清楚的 但是他在學生期間 做過我們科學主席 也能夠去帶大家做一些事情 所以是有這樣的潜力的 我覺得絕大多數的人 在最開始的時候 都是一臉懵的 所以反過來說就是 能堅持或者說堅毅吧 這就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當時去美國 這個16年2月份的時候 他由於熬夜 累到半邊面癱 然後當時何影能看見 一半是能笑的 一半不能笑的 真的 真的 累到面癱 但是挺過來嘛 那就挺啊 所以身體好很重要 所以這也是清華 最重要的一個品質 要至少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 本科畢業後 姚宋選擇了和導師汪玉 一起創業 除了本科的專業知識 學生時代豐富的活動經驗 也在其創業時期派上了用場 我從2015年的畢業到今天為止 我覺得趕上了咱們叫偉大福星 從強起來到富起來 從科技創新創業 不斷的被支持 不斷的被鼓勵的 這樣一個時代 這個確實是真心話 2018年 深圳科技被全球領先的芯片廠商 塞林斯公司 以3億美元收購 成為中國人工智能行業 風頭退出第一單 也是清華由科研成果轉化制度以來 第一家實現轉化和回報閉環的公司 所以當時我第一次創業成功之後的第三天 我就跟我的導師一起向清華做了一筆捐贈 包括一個講習教授基金和一個力教理學基金 也就是為了表達我對於學校的感謝 此後畢業於湖南長沙十一中的姚宋 總回到母校設立了清卓基金 鼓勵在校表現出色的學弟學妹 在她身上 她彰顯了 一以貫致 自強不息 中流砥柱 奇妙為新的 一種精神 我想 真是這種 一種精神 在不斷的激勵她 努力向前 很多人都羡慕姚宋二十多歲 就實現了財富自由 但姚宋在第一家公司被收購後 很快陷入了情緒的低潮 可能大家很難相信 我覺得其實是剛賣掉公司的 那麼前一年時間 其實我賣掉公司以後 沒有太多的高興和興奮 反而很快的時間 人家又陷入到一種低潮 因為剛才提示提到了 就是說第一次創業的方向 更多的是我導師的選擇 而第二次我當時想著 一定還得創業 但第二次方向該做什麼 真的是不知道 我也不太願意說 重複的再去做一個 一樣的事情 所以當時花了很多的時間 去找各種不同的人去聊 去交流 然後去看了很多的 不同方向的論文 學術的一些資料 去想哪些新的方向 是可以創業的方向 第一次創業成功後 姚宋加入經緯中國 從事投資工作 期間她研究過大量的 商業航天項目 2020年一位準備從事 商業航天創業的同學 找到姚宋 並邀請其一起創業 正好契合了姚宋 從小渴望探索宇宙的夢想 其實就是小時候看過好多書 湖南出版的這個叫 第一推動從書的科普從書 包括我記得當時我小學的時候 可能小學一年級 我爸買了一套那個 十萬個為什麼新世紀版 然後第八分册 應該是宇宙科學分册 可能第九分册是 地球科學分册 第一分册是數學分册 就這三本書我都看了 然後呢 宇宙科學分册被我翻爛了 那本書真的叫翻爛了 再包括我父親呢 到小時候給我買了 很多軍事裝備類的書 所以我從小確實是一個 很狂熱的軍事愛好者 航空愛好者 姚宋從小 他就是個小軍迷 比較喜歡航空航天這些 而且從小沒事的時候 也喜歡畫一些這個 各種各樣的這個 飛行器啊 這些飛機啊 軍艦啊 坦克這些 我給你看一下 他以前小時候 有一些圖片 這都是他小時候 沒事的時候 就自己畫的 各種各樣的飛機 坦克 那個各種各樣的都有 嗯 我覺得 孩子如果他有這個本事 我們希望他為國家 牽到我們的國防 做點恭喜 所以我們還是很支持他的 那你聽說姚宋要去做 物業航天的時候 您當時是什麼感受 支持 是 啊 太讓人興奮了 太讓人興奮了 因為 其實我有時候 我跟這個 不了解電子系的人說 我們幹的事情 其實 剛才說是接口嘛 對 物理世界和數字世界的接口 那其實 做接口里面 很重要的接口 就是把人到處運嘛 啊 然後運出 運出太空 對吧 運到其他的星球 是一個非常有趣的事情 啊 如果他能幹這個 就特別好 其實也是整個整個電子工程的一個延伸延展 並沒有脫離專業本身 所以我們從12年就在提 有沒有就是電子系能不能去從follower變成leader 而這個轉變其實是清華該幹的 我們幹一點更難的 或者是 更不容易幹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一直在強調的 2023年以來 中國民營商業航天發展迅猛 火箭技術和發射成功率方面 都創下多個全球之最 但在發射成本和頻次等方面 相較SpaceX等國際頭部企業 還有一定差距 下一步 這個年輕人 將如何帶領東方空間 向世界一流的航天企業目標 邁進呢 我覺得在未來的三年內呢 咱們國內啊 除了咱們 東方空間的影機二號大型口 回收業機火箭 可能還有一些其他商業航天企業的 像朱雀三號 天龍三號等等的型號 我覺得能達到一個接近於 SpaceX獵鷹9號的發射能力 並且也能夠逐步的把成本降低下來 你覺得可能追趕和超越的方向 有哪一些 首先我覺得追趕 我們是非常清晰的一個方向了 因為SpaceX其實已經驗證了很多事情 是正確的一條道路 那當路径明確的時候 我們利用好中國的 這麼多的人才的梯對 利用好中國這麼強的製造業的基礎 利用好已經相對比較成熟的供應鏈 我覺得還是能夠迅速的追上去的 第二呢 我覺得是說 一定要推動更多的交叉融合創新 而不是單一學科的創新 所以呢 可能甚至不僅是計算機的學科 機械的學科 還需要更多的工程類的學科 我們一起融合起來 再去推動對於它的超越 面對國內即將爆發的大型衛星組網集中高軌發射需求 東方空間已經建立起了規模化商業火箭生產的產業園 2024年 他們還將進行兩次引力一號火箭發射 引力二號大型液體可回收火箭 將進一步提高運載能力至15到20噸 預計2025年實現首飛 最后有個問題啊 你自己什麼時候上天啊 這是一個特別好的問題啊 我也非常非常希望 我也非常非常相信啊 我覺得在未來的不是特別久的世界啊 我能夠飛上太空 而且最好就是乘坐著我們自己的飛船 自己的火箭 那也許咱們不能那麼快的入軌 但是不是直上直下到一個壓軌道可以提前去嘗試 我覺得也是咱們能夠去做到的一件事吧 所以我覺得不會太遠